字幕提供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在大概上週還兩週前有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進行來一些短褲嘛 那其實除了短褲之外啊 我大概這半年也陸續買了蠻多的帽子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這種 這麼濕 這麼悶 這麼熱的天氣下啊 帽子真的是一個少數不會太過悶熱 又可以增加穿搭細節跟豐富度的單品吧 所以說 對 就是 來了蠻多的 所以今天就剛好一次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近期買的全部帽子 那我們就發佈說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呢 第一頂就是這一個 來自日本品牌REACO所推出的老帽 那這頂帽子呢 是我在高雄的undergarden所購入的 然後它其實一開始放在架上啊 我並沒有特別的去注意它 是店員那時候大力的推薦 說你真的可以試一下這款帽子 我才拿下來 試戴 然後一摸完 一戴完 整個 煞到 因為一般的老帽啊 它們的帽型就會是比較單純的 像這一頂 它就是 1 2 3 4 5 6 有六片的彩片 然後縫在一起 再加上一個老帽的帽型去做的設計 但這頂帽子呢 它乍看之下 你從正面看 或是頂部這樣看呢 它跟一般老帽一樣 都是屬於六片的設計 但是呢 當你把它往側面一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它在側面的彩片啊 跟一般的老帽 蠻不一樣的 那這兩個彩片跟整個帽子的設計啊 並不只是單純的美觀好看而已喔 我覺得它在實際戴起來的情況下 帽子的挺度跟帽子的俐落度 也會比起一般老帽來的再來好蠻多的 那除了戴起來很特別之外 再來就是它的材質 它的帆布呢 我覺得也是特別選用的帆布 因為它整體的光澤啊 跟摸起來的質感 都比起一般的老帽帆布 我覺得再來的有質感 然後有光澤 後面的調整扣 是使用了銅色的金屬扣 配上了是皮革的調整袋 所以就是質感啊 跟造型上 都還蠻特別的 第一頂來自RACCO的特別版型老帽 再來第二頂就是這個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蠻熟悉的一個小N 那這裡呢就是來自NORTH PROJECT所推出的老帽 這種藍色的老帽啊 我覺得深藍是一個蠻特別的顏色 其實它一樣都是深藍 但有時候擦那麼一點點那個深淺啊 就會讓整個帽子的質感 看起來差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一頂NORTH PROJECT 它的藍色呢 就是我個人蠻喜歡的深藍 它的濃度啊跟深淺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剛好 關於前面這種刺繡的東西啊 其實蠻多品牌都會推出類似這種刺繡嘛 但我覺得這個字的大小啊 也是還蠻重要的 有時候如果字 同樣一個字母喔 你放到很大 放上去的話 那其實整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個人會覺得有些時候 太大的字啊 反而會看起來整個帽子變得質感 還好普通而已 所以這個N大小 我自己就覺得還蠻剛好的 戴起來的型呢 其實就跟一般的老帽 差不多 算蠻符合大部分的人的頭型 因為其實老帽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大同小異 但其實仔細攜帶 然後去感覺的話 它的整個帽型 對於每個人來說 都有適合跟不適合的些微差距啦 所以這一頂我覺得就是還蠻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它所使用的帆布啊 雖然說沒有到剛剛上一頂 這頂還這麼特別 但我覺得它這頂的帆布啊 在厚度跟亮摺度也是還蠻不錯的 配上它的這個深藍色的色澤啊 質感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配合的地方呢 就是用了帆布的調整帶 以及一個金屬的扣環 整個帽子它的設計啊 是非常的低調 但是又有質感 接著要來到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日本品牌的帽子 就是DECO 那除了這一頂之外 接下來的兩頂可以預告一下 也都是DECO的帽子 首先呢 DECO是一個來自日本的品牌 然後它的帽子呢 帽型有非常的多 然後全部都是來自日本的設計 所以它在質感上 跟細節都是處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後這一頂帽子啊 它的型呢 蠻特別的 有點像老帽 但它的帽也非常非常的短 整個布料上啊 是先用了一層深藍色的布 然後裡面呢 再用了一些鏤空挖洞的設計 在裡面再縫上了一個 比較淺的深藍色的布 除了有破壞補丁的設計之外 它上面還有刺上了非常多的 藍色袖線 因為類似Sachiko的工藝 來增加整頂帽子的一個細節 所以這頂帽子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小扣子呢 基本上就是DECO很多帽子 都會附上了一個標誌吧 然後就是放在側邊的地方 戴起來呢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樣子 大家看一下 然後在帽顏的部分呢 它有兩種戴法 一種就是你可以把帽顏這樣放下來 比較一般基本的戴法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直接反折上去 比較俏皮 比較俐落的感覺吧 就是長這樣 那其實呢 這頂DECO並不是我的第一頂DECO 我第一頂呢 是下一頂 就是這一個 有點特別的 湖水綠設計的帽子 那這頂帽子啊 它的型就跟一般的老帽比較像 它就是採用了 大家看一下喔 六片的設計 然後一般的帽顏 然後在前面呢 繡了一個DECO的標 背後呢就是使用了 調整環 然後是魔鬼氈的設計 然後戴起來的型啊 就是會比較 趨近於是 一般大家可能會看到老帽的帽型 可是呢我覺得它 不知道是因為材質還是版型的關係 它這個地方的一個 蓬度啊跟挺度 就比起一般老帽來說 再更蓬更挺一點 即便它是比較軟的機能布 但一樣可以維持了這樣的版型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再來呢就是我最後一頂 第三頂DECO 那這頂呢就是使用了 漁夫帽的版型 那這頂漁夫帽啊 其實我覺得它的帽型 與其說漁夫帽 倒不如更像是Kengo的中型帽 因為它整個的圓弧度啊 比起我們一般常見的漁夫帽 它會再更圓潤 然後設計的部分讓你們看一下 其實這一頂的設計啊 跟這一頂是差不多一樣的 都是使用了縫補 以及Sachiko的一些縫線來做的帽子 所以這一頂呢其實是這一頂帽子的漁夫帽版 然後它戴起來的樣子呢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遠看近看都沒有細節的 而且我覺得這一頂卡其色的好處啊是說 它其實比起深藍色 因為深藍色它整個顏色比較深 所以你可能從遠看的時候啊 它的一些刺繡跟縫補並不會這麼明顯 但是因為卡其色啊 它的顏色是使用了深卡其跟很淺的卡其色 所以這頂帽子啊它會比起上一頂 來得更容易被大家發現它的細節 所以它在搭配上的存在感 也會再更重一點 所以這頂也是我覺得還滿喜歡的地方 這個帽子我個人近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的IG我的影片也都超常戴的 所以就是蠻不錯的牌子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以上的五頂呢就是我近期購入的新帽子 那不知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五頂帽子裡面 你們個人最喜歡哪一頂 又或者是說你們有沒有近期買什麼不錯的帽子 可以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好那今天大家就這樣 穿上床的喜歡 那不要忘記訂閱我頻道還有IG然後小鈴鐺 記得幫我點來看我新影片 那就這樣 我是Kevin我們 下次見